為什麼每次投資都賺小賠大 總是被收割當韭菜嗎 跟著17年經驗 保險公司投資經營人 陳彥榮分析師 獨創A指標 科學認證 波段高點點 不再追高殺低 精準掌握下一檔標股 在投資市場成功獲利 歡迎收聽 財經關鍵晚報 股市A指標 財經關鍵晚報 股市A指標 由大萊國際證券投資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師陳彥榮提供 108年儘管投顧薪資第012號 本節目與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不利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哈囉 各位聽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白毛 歡迎收聽今天2024年 5月2號的財經關鍵晚報 股市A指標節目 本節目由大萊投股 陳彥榮分析師 我們的彥榮老師 來分享每日大盤跟個股 歡迎每週一到週五 下午4點鐘 按時收聽我們股市A指標節目 跟網路搜尋股市A指標 還有陳彥榮分析師喔 來跟上我們彥榮老師的腳步 現在就可以把老師的LINEID寫下來 小老鼠小A178 小老鼠小A178 加入之後呢 留下我們不同的通關密語 就會有專人為您服務 嘿 老師午安喔 白毛午安 各位投資朋友們 大家午安 欸 最近老師一直提醒的6230 尼德柯超重10支漲停啊 6113亞系3支漲停4303信力 今天也跳空漲停 今天呢台股雖然收盤下跌174點 那我們想要請問一下彥榮老師啊 這個台股 我們現在台股應該是要停看廳呢 還是說應該要逢低買進呢 好的 我想今天這個盤喔 事實上我在最近 今天已經到禮拜四了 我在最近其實一直跟大家強調提醒 這個盤不要過分追高 那當然尤其我在最近 在會員朋友的做法 那麼已經連續好幾天 都是一直在收割股票 那主要就是為了等待這一刻 那麼包括今天是下跌174點 包括美股道琼工業指數 在本週是出現了一個拉回 比較大幅度的一個拉回喔 其實呢 接下來其實多方的一個重頭戲 即將登場 但是你必須買在一個正確的位階上 就像在當時我在4月6號 跟大家週報所預告的這個 尼德柯超重 那麼到目前為止 已經拉出第10支漲停板 所以你必須把資金空出來 然後在對的位置來做一個出手 才能夠擁有這個機會 還有呢以及這個4月13號 那麼在週報當中所預告的 6113雅系 那麼這是會員的股票 那麼也是會員的股票 今天已經拉出第三支漲停板了 所以呢包括在這個4月27號週報 那麼其實我在週報 我昨天早上11點40分 那麼我有發Line來提醒大家 只要你有留178的全部送給你 就是在4月27的週報 還有4月20的週報 全部送給你 那所以你昨天有來索取的人 可以為我做見證 我早就告訴你4303的信力 所以今天是跳空漲停的 我想這些你都必須在領先的知道 那像這個你晚一點來索取的 這個時間都經過了 那但是可能機會會比較少一點 那如果你第一時間就來索取 或者是跟我們同步操作 那麼這樣的機會就是屬於您的 所以當然包括在4月份的大餐當中 亞西有70% 紅一股有30% 另外紅素的部分也有260元 差不多是30%的一個位置 所以這些呢 加上我們全新的一個成績單 亞西也拉了三支漲停板上來 那這些都必須在一個正確的位階上 那正確的位階上去買進的時候 你必須在高點區要先去做一個強勢的股票 那麼高點區的一個分批收割 以及弱勢的股票利用前幾天 我跟你提醒的時候 你要去做一個太弱幻強的動作 那所以呢 現在到底能不能夠買 其實最重點的部分就是 基本上你必須手上先有一些現金 也就是說你要去做太弱幻強的動作 那這邊的話呢 就是Yano老師跟大家強調的是 那麼在5月份 下個禮拜有很棒的一個機會點 那這個機會的話呢 將來是要締造超過2000點的大行情 那尤其我們領先幫大家規劃了 5月份的三朵花標股 那麼即將在禮拜五或者是下禮拜一呢 做最後上車的動作 所以大家今天一定要把握 如果你有興趣的 可以在這個地方加LINE進來留言 三朵花 那麼LINEID或者是三朵花加上聯絡電話 那麼你會看到你的股票 將來會跟著這個 像這個雅信一樣跳空大漲 甚至像你的操縱 這樣連續集拉好幾根漲停 或是像雅信一樣 連續集拉三支漲停板 這樣的機會即將又再度來臨 所以呢也歡迎大家記得今天 當然包括你手上的持股 有任何問題需要彥榮幫你協調的 幫你協助你做一個太弱換強的 你可以加LINE小老鼠小A178 小老鼠小A178 然後把你的股名成本寫下來 LINE給彥榮 那或者說你手上有一批現金的 想要買到下一波最標股的 那麼你可以留言三朵花加上LINEID 或者是三朵花加上這個電話號碼 我就會帶你買進下一波的最標股 那當然在什麼地方做出手 那我們要去評估 評估說大盤的位階 到底是什麼樣一個現象 什麼樣一個地方才是第一位階 那當然我對台股行情 5月份的規劃 我認為是先下後上 先下後上 那尤其我今天盤中在非凡商業台 每週二 週三 週四 早上11點25到11點40 我在非凡商業台當中 那麼我會跟這個非凡商業台做連線 我今天早上其實也特別強調 當然已經連續講很多天了 那麼包括今天我還是強調說 今天的指數 20235 當時是在20280 盤中20280的時候 那麼我就提醒20235一定要守住 那就這個分線的位置來看 我認為其實有一點危險 那如果守不住的話呢 可能下週的變盤的機會比較大 賣壓比較大 而且我也提醒每股到窮還是一個變數 那結果你們知道嗎 今天收盤收多少 收20222 盤中根 差7點而已 對盤中根 大家強調 雖然是20280 但是你要想 你要注意20235不能跌破 那今天尾盤是跌破囉 所以各位朋友們 當然跌破 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這人面的追個 包括我在最近連續很多天 在會員朋友收割對不對 那我在今天尾盤其實我已經有先出手一檔股票 建立基本持股了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機會慢慢會浮現 就看你有沒有跟對人 那當然美股的部分 我還是強調 目前的一個位階還不夠低 時間也整理不夠 所以美股真正的賣壓長線 會在下禮拜一下禮拜二 所以大家要特別注意 手上的股票一定要做一個調整 那當然台積電我盤中有強調 我說要守這個782 當時是在777 盤中777的時候我就這樣講 那在收盤的時候 是收到772了 那所以這個地方台積電 跟美股道瓊是台股最後下山 讓你去買到最便宜貨的一個關鍵角色 那其實到時候你要來謝謝道瓊跟台積電 但是如果你股票沒有跑 你沒有現金 那第一位接你沒有買到 像尼德克操縱的十支漲停 那麼還有這個雅系的三支漲停 這些你都分不到的 所以你現在很重要的 我還是強調一次 小老鼠小A178寫下來 等一下把你的股名成本賣給燕榮 我來協助你做一個調整 好那當然接下來我要跟大家分享 那麼下半年的最大行情 至少2000點起跳 那這樣的選股邏輯 我們應該要怎麼選 才能夠選到 讓我們称心如意 讓我們可以在上半年沒有賺到 下半年讓我們的荷包 可以賺得滿滿的 可以改變人生的一個財運的契機 這個邏輯 我舉一檔股票 4303的信力為例 4303的信力 那麼在今年的一月底 二月初漲了兩倍 真的是兩倍 主要是A指標數據創高點 RSI回測前低 那在最近的話呢 為什麼我又提醒 因為它在整個指標值呢 整理到一個相對的位階 又回測到第一位階的60日均線 所以我就跟你預告跟你提醒 所以今天又跳空漲停了 這個是我在4月27的週報再度預告的 所以一檔股票每一次的一個大轉折 大標之前我都會提醒 就像這一次6113的雅系 我在去年的12月23號 週報也預告 結果漲了1.8倍 那我在最近是4月20號的週報 我也預告又漲了30% 就是一個整個指標值的創高 K線的創高 然後呢整個股價回測到第一位階的均線 或是指標的第一位階 就是這樣邏輯觀念 所以包括尼德科操縱的十字漲停 這個邏輯觀念也是一樣 所以今天燕榮老師要跟大家分享一檔股票 它叫做雅系第二 雅系第二 雅系第二它就是要複製前面的1.8倍 或者說它要複製的是像這個 4303的信利的前面的兩倍 這樣的選股邏輯概念 所以這邊今天粉絲的福利又來囉 下半年最大行情5月份啟動 那燕榮準備了三朵花 5月份的三朵花 三檔都很標 那這檔是大咖認養的股票 大咖有認養 是它叫雅系第二 雅系第二 目標是在70%以上 哇70% 只要你今天來跟我們做一個留言的話 這個福利你就可以帶回去喔 是聽眾朋友們 跟著我們燕榮老師的福利 真的是有夠多啦 粉絲福利又來了 雅系第二 雅系第二 目標有70%以上欸 老師的LINE趕快 小老鼠小A178 小老鼠小A178把它寫下來 等一下記得加在留言 6113加1 6113就是我們雅系的代號 6113加1 索取這檔大咖認養的雅系第二喔 好我想這邊的話呢 當然各位朋友們 4月份的操作您滿意嗎 如果不滿意的話 您不要灰心 那麼我們只要跟到有成功邏輯的方法 那麼在對的位階做出手 比如說在上一波的雅力70% 紅樹的260塊30% 紅一股30% 甚至尼德荷操作用拉10支漲停板 那這些都在對的位階來做一個買進 當然包括本週新增交的會員的一個成績 雅系的三支漲停 都在對的位階出手 所以呢 2000點的倍數行情 就從5月份這幾天震盪的低點即將展開 明天禮拜五 你一定要跟著彥榮老師來上車 2000點行情的最大的一個最標股 那本週呢 這三檔股票如果你還沒有跟上的 那麼現在一定要記得來做一個跟進 那麼來留言給彥榮老師 5月3朵花 留言三朵花電話以及三朵花LINEID 來跟上彥榮老師的行列哦 是的 現在這裡分享一下 老師給會員跟留電話粉絲的操作 還有預告 尼德科超重80% 雅力70% 紅一股30% 紅素30% 那最新預告的雅系呢 有三支漲停 信力也跳空漲停 5月份的2000點行情即將啟動 4月份沒有賺到的朋友啊 趕快把握5月份三朵花 5月三朵花來跟著彥榮老師一起操作哦 現在趕快加彥榮老師的LINE 小老鼠小A178 小老鼠小A178 留言三朵花加上電話或LINEID 三朵花加上電話或LINEID 讓彥榮老師帶你資金快速翻倍 休息一下不要走開 我們馬上回來 哈囉各位聽眾朋友 歡迎回到我們財經關鍵晚報股市A指標節目 老師在節目中有讓你一次就能夠翻身的超強股票 聽眾朋友們千萬不要錯過 錯過前一段節目沒有聽到的朋友 也可以搜尋YouTube股市A指標 或搜尋陳彥榮分析師 還是可以了解這其中的奧秘 跟成為粉絲加入會員哦 老師我想要請問一下 這個00878第二季在5月17號配息 它要配0.61塊 那這個可以買來參加配息嗎 那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不好意思先讓我問完 就是說這個想要請問老師 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說 這幾天有哪幾支股票會 比較有機會能夠表現呢 好我想基本上00878 今天媒體的新聞有談到說 最新一季的配息那麼高達 年化的報酬率高達9% 那我想這一部分的話 當然在談到這部分之前 等下就會詳細說明 那我們先來分享 就是這一個5月份的 一個2000點大行情即將開啟 那這一次的大行情 其實彥榮準備了 這個5月份的三朵花耀三檔 很標的股票 那在這個股票當中 其實這個邏輯觀念的一個複製 我們今天有一個粉絲的福利 那這個粉絲的福利是複製 亞系的前面這個12月23號 我周報分享它漲了1.8倍 還有最近我在4月20號周報預告 那麼會員也一樣在這邊賺了三支漲停 以及這個尼德克操縱 4月6號周報的預告 也漲了一倍上來 以這樣的邏輯觀念 我選到了一檔叫做亞系第二 亞系第二的話 也是在我們三朵花當中的 其中很標的股票 那如果說粉絲朋友們 你需要一檔股票來翻身的 這個粉絲福利你記得現在加LINE 小老鼠小A178 小老鼠小A178 現在寫下來 等一下加LINE進來留言 6113加1 6113加1 因為這個6113是亞系的這個代號 那我想關於這個00878 到底要不要現在買來參與這個 5月17號的除息配息 對啊 我個人的看法是 最好不要追高 主要邏輯觀念是 因為它現在是一個跌破季線之後的反彈 那現在談上來 正好股價在今天是匯集 在20日均線跟60日均線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會變成一個反壓 所以你先不要去買 如果你現在去買 變成到時候是左手分給右手 所以我覺得比較漂亮的時間點 應該是在下週的上半週 上半週 那這個價位的部分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你可以留言 加LINE進來 小老鼠小A178 加LINE進來留言 00878買點加1 00878買點加1 是這樣的話呢 我就會直接來跟你做分享 那當然每次我們談到 這個00 談到這個ETF的時候 我們都會去把它所有的成分股 看一下 有沒有比較強勢的股票 那彥龍老師在這邊 也有特別來看了一遍 那麼研究了一下 我發現有一檔股票 是 那麼它是 現在是一字頭的中間 將來有機會要飆到 二字頭的中間 哇賽 是 我認為這個幅度會超過50%以上 50%喔 對 如果你對這檔 00878的成分股 那麼在下一波最飆的股票當中 你要買到最多 然後要報的安心的 就是報這一種 那你有興趣的可以加賴進來留言 878加2 878加2 是 878加2 你就可以得到這檔最飆的00878成分股 目標有50%以上 是 好那當然接下來我跟大家分享喔 大盤在下一波喔 2000年行情當中 還有誰 在這個地方會做一個表態的 包括像航運股 2603的長榮海運 也是我關注的 北美航線運價漲 那麼在這個地方 雖然是做壓回 但是因為前面股價是已經先漲了 那它回測是正常的 那因為它在K線上 以及指標上都有創新高 所以我覺得如果它可以回到這個 相對低點位置 還是可以做一個買進 如果你有興趣的 可以來跟葉老師留言 我會跟你分享 好 那另外就是3324的雙紅 是散熱模組喔 雙紅其實因為在 目前有一個洗盤的味道 那麼刺高點起盤嘛 那現在的話呢 又回測到20日均線附近 如果20日均線附近能夠守穩 我覺得這個也是會有機會 好那2383的台光電 其實我在節目上也講很多次了 講完之後呢 幾乎是每天漲 是 那現在的話呢 它是去年每股盈於16.3元 它是銅箔基板的股票 可以說是在這個族群當中 的領頭羊是一個這個 這個領頭羊的股票喔 那麼它 在目前的話呢 關鍵就是說 它如果能夠拉到整個 季線之上站穩的話呢 也不排除接下來有機會 進入主身段 所以就是說現在不要去追高 如果有回測到一個低位階附近 也可以做一個留意 是不是展開主身段 是 好那6207的雷科 去年每股盈於1.8元 這是Cold Wars的這個封裝量測設備 主動被動元件的材料喔 那這檔股票目前來講的話呢 今天又有做了一個回測整理之後呢 再度轉強的現象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也都可以來做一個留意喔 所以當然包括這個6207的雷科 2383的台光電 在這個3324的雙鴻 以及這個2603的長榮海韻 那這四檔 彥隆老師強調這不是明白喔 不知道 在什麼時候才要來買 才要來啟飯啦 所以我們就猴年馬月才要動嘛 不知道嘛 所以你要精準的買點的 你資金只有一套的 你要來問彥隆老師 那麼你可以加賴進來留言 長榮買點加一 雙鴻或者是台光電 或者是雷科的買點加一 就可以喔 沒有錯 那現在這邊的話呢 我要再來鼓勵好朋友們 你不要灰心喔 你現在不要退出市場 你現在跟對人 你的人生就可以轉運 你也可以跟著彥隆老師喔 或者說找到 跟著找到一個成功的方法 跟著彥隆老師找到成功的方法 包括我在4月份 那麼雅力是70% 紅素是30% 260塊 紅藝果的話是30% 那麼本週新增加的是 雅系三支漲停板 雅系三支漲停板 以及這個冬結 冬結也有兩支漲停板的空間 所以這邊的話 大家要把握這個機會喔 大行情來的時候呢 一定要把握 一定要把握 那把握就是要成功的邏輯概念 就像我在今天要跟粉絲朋友們 你想要自己操作的沒有關係 你自己來索取 6113加1的這個粉絲福利的 這個雅系第二 那麼只要留言 小老鼠小A178 你來索取6113加1 那麼你有技術 你自己做沒關係 那這個股票是 複製這個信力前面的200% 以及這個尼德克操縱 前面的100% 這些我都有預告過 我都有預告過 那你跟著這個邏輯觀念 6113的雅系第二 那麼他有70%以上的機會 你好好把握這一次機會 所以真的不要灰心 把握一波2000點的倍數行情 你就有機會翻身 翻身的邏輯是利用 尼德克操縱的100% 雅系的1.8倍 以及信力的兩倍的一個邏輯 大家放心 彥榮會盡最大力量來協助大家 現在就留言給彥榮老師 我們一起來把握 明天三朵花標股的一個 最後上車的時間點 下半年行情最大行情啟動了 歡迎大家想要跟我同步操作的 現在就留言 三朵花加上聯絡電話 或者是三朵花加上LINEID 來跟上我們的行列喔 是的 我們謝謝彥榮老師 各位投資朋友們 分享老師給會員 還有留電話粉絲的操作跟預告 尼德克操縱80% 雅力70% 紅一股30% 紅素30% 那最新預告的雅系 有三支漲停 信力有跳空漲停 五月份的兩千點行情即將啟動 四月份沒有賺到的朋友 趕快要把握這五月三朵花 跟著老師一起同步操作喔 那現在呢 趕快加老師的LINE 小老鼠小A178 小老鼠小A178 來留言三朵花加上電話或LINEID 讓我們彥榮老師來帶你資金快速翻倍喔 聽眾朋友 加老師的LINE 福利真的是拿不完的 不同的留言會有不同的福利 千萬要聽好我們的通關密語喔 今天我們的通關密語有 想要老師的雅系第二的 要留言 6113加1 6113加1 想要老師針對00878買點看法的留言 878買點加1 878買點加1 想要老師偷偷告訴你的 878最標成的份股 有50%起跳的 趕快留言878加2 878加2 想要老師在跟著老師同步操作 在五月三朵花 在老師的LINE中 趕快留言 三朵花加上電話或LINEID 三朵花加上電話或LINEID 等一下聽完節目後 繼續鎖定非典聯盟網 記得打電話進來 或加老師來LINE來詢問 持續鎖定非典聯盟網 財經關鍵晚報股市A指標 讓彥榮老師來帶你資金快速翻倍喔 我是白毛 我們明天見 我是陳彥榮 祝大家操作順利 謝謝 拜拜 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家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